在大多数人眼里 羽衣甘蓝既贵又难吃 但是它的营养价值极高 常被称为蔬菜之王 尤其是在生酮饮食中 它更是当仁不让的第一菜 羽衣甘蓝是一种十字花科植物 原产于欧洲 是结球甘蓝 也就是卷心菜的原意变种 它的结构和形状 与卷心菜非常相似 区别在于羽衣甘蓝的中心 不会卷成团 它主要分布于温带地区 品种各异 有观赏用 也有菜用 羽衣甘蓝一直以来 都是英美等西方国家餐桌上 最常见的健康食物 深受人们喜爱 也备受众多营养师 健身人士和超模的推崇 最近几年 人们对健康饮食越来越重视 这种原本被当作观赏植物的蔬菜 也开始被更多人关注 特别是在健身和减肥圈中 名声大噪 因为它的升糖指数极低 使它成为减脂增肌的超级食物 羽衣甘蓝是地球上营养最丰富的食物之一 而且热量非常低 它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同时 羽衣甘蓝含有少量的脂肪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一种称为 α亚麻酸的オメガ3脂肪酸 和其他绿叶蔬菜一样 羽衣甘蓝的抗氧化剂含量很高 其中包括β胡萝卜素和维生素C 以及各种类黄酮和多酸 这些抗氧化剂可以对抗体内 自由基导致的氧化应激反应 有助于预防炎症性疾病 另外 羽衣甘蓝中的钙含量甚至比牛奶还要多 每100克羽衣甘蓝可提供254毫克的钙质 经常使用羽衣甘蓝对身体非常有好处 它的健康益处主要表现在下面这五个方面 1.保护心脏 羽衣甘蓝富含类黄酮 维生素K和オメガ3脂肪酸 所有这些都具有抗炎作用 能帮助改善心脏健康 在一项针对高胆固醇男性的研究中 参试者每天食用羽衣甘蓝汁 12周后 它们的好胆固醇增加了近30% 而坏胆固醇则减少了10% 羽衣甘蓝还有助于抵抗炎症对动脉壁的伤害 尤其是在最容易发炎和硬化斑块最容易形成的动脉血管弯曲处 2.降低癌症风险 作为十字花科蔬菜的一员 羽衣甘蓝含有能够帮助抵抗癌症的天然化合物 这些化合物在消化过程中分解形成活性化合物 阴朵和一流禽酸脂 这两者都可以帮助人体排毒 可以起到消炎作用并保护DNA细胞免受损害 从而阻碍癌症的发展 羽衣甘蓝中的维生素C还可以减少炎症 增强免疫系统并抵抗氧化应激 这可以帮助预防癌症和其他疾病 例如普通感冒和流感 羽衣甘蓝中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 是保护眼睛的强大营养物质 有助于降低与年龄有关的黄斑变性的风险 许多研究表明 摄入足够叶黄素和玉米黄质的人 患黄斑变性和白内障的风险要低得多 这是两种非常常见的眼疾 在很多健康饮食中 羽衣甘蓝都被当作最主要的蔬菜 尤其是生酮饮食等低碳水饮食 因为这种蔬菜热量极低 而且含有丰富的纤维 维生素和矿物质 能够增加饱腹感 从而减少卡路里的摄入量 同时还可保证身体获取足够的营养 另外 鱼甘蓝中的水分很多 可以作为一种很好的补水食物 5.促进健康的凝血 鱼甘蓝是维生素K的最佳来源之一 维生素K对于血液凝结至关重要 缺乏维生素K的人 可能会因为无法快速凝血 而导致出血过多 需要注意的是 维生素K会降低抗凝药滑法林的功效 因此 如果你正在服用华法林 应尽量避免大量食用鱼甘蓝 和其他含维生素K的食物 对于健康人来说 食用鱼甘蓝是很安全的 但如果你有下面这几种情况 应尽量避免食用过多的鱼甘蓝 或者向医生咨询 第一种 需要服用β受体组织剂 医生通常会给心脏病人开这种药 他可以增加血中的假水平 使用β受体组织剂的人 应适度食用高钾食物 比如鱼甘蓝 第二 如果你患有肾脏疾病 摄入过多的钾 对肾脏功能不全的人会有害 如果肾脏无法从血液中 去除过量的钾 那么摄入额外的钾可能是致命的 第三种 你正在服用血液吸食剂 鱼甘蓝富含维生素K 有助于血液凝固 这可能会降低抗凝血药的效果 例如花发磷 因此 有血栓风险的人 应尽量避免大量食用鱼甘蓝 鱼甘蓝的吃法很随意 可生可熟 下面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做成沙拉 将生的鱼甘蓝洗净后切成丝 搭配干果 坚果 奶酪和鸡肉等 你还可以淋一些柠檬汁来去除苦味 水煮 如果你不喜欢生鱼甘蓝的坚韧口感 可以用水煮一下就会变得柔软丝滑 再拌入香醋 生抽和蒜泥等来调味 煮汤 将鱼甘蓝和其他食材一起炖汤吃 也是不错的方法 烤着吃 将一把鱼甘蓝削剪一下 去掉粗大的叶饼 洗净晾干后放入烤盘 淋一勺橄榄油 再撒一小勺盐 如果喜欢的话还可以撒些泡沫庄芝士 然后放入预热150度的烤箱中 烘烤20分钟 起初晾凉后 就是一道酥脆美味的小吃了 鱼甘蓝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蔬菜 它富含维生素 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等 而且热量非常低 它对健康的好处包括保护心脏 预防癌症和抗炎等 如果你想通过低碳水饮食来减肥 鱼甘蓝还能帮你更快地达到目标 需要注意的是 鱼甘蓝含有维生素K和钾 如果你正在服用抗凝血药或者有肾脏问题 应尽量避免食用 或者咨询医生的意见 希望本期视频能对您有所帮助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的频道 并点赞和分享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